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老婆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 但是你不要生气 什么事这么严肃 今天中午在饭局上 有个女孩子嫁我 饭局上人太多 我也没好意思拒绝 但是我又不想 把我的号码给她 我就把你的号码给她 如果她要打电话 或者嫁你 你一定要给她说清楚 大壮 你这是干嘛呀 她要嫁你 你直接给她说不就行了吗 你这还把我的电话给她 你这不是欺骗小女孩吗 老婆 她明知道我有家庭 她还要嫁我 你说她要干什么 再说了 我从来不和除了你以外的女人嫌疗 所有的背叛 都是从闲聊开始的 因为闲聊 最容易触碰人的感情 我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闲聊上 那我哪还有心思爱你呀 再说了 她明知道我有老婆有孩子 她还要嫁我 这种心思就不准 你说这个小女孩 心眼是不是太短了 我既给不了她家庭 也给不了她未来 她还要这样做 你说她图长 男女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存有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谁不了解谁的心思 你说我还会肆无忌惮地跟她聊天吗 喂 大壮哥 刚才和王总喝多了 你有没有空来接我回去呀 啊 你等一下啊 我问问大壮 有没有时间 喂 听她的声音 好像挺年轻 挺漂亮的 你不心动啊 你老公我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 绝对不会做错对不起老婆的事情 你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我 为了我和孩子付出了那么多 一句埋怨也没有 你用心维护了咱们这个家庭 我怎么可能让你输呢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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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men 这 矩 逆 informação 里口 感谢观看